當然是要拍一下這張椅子的舒服不舒服 好不好吃啊 戴上iPad上來玩一下 玩電話咯 這件BB的行李就是我的 東西七十八八的了 這邊呢 我們見到其實所有還沒收拾的東西 都是Sara的 其實她看上去刺亂 但其實很有秩序 帶多個朋友回去 就是無理求師的一個很有代表性的鳥 叫做Dodo 靠著這條影片的Dodo 因為之前你想買的嘛 那現在不用買了 我們酒店有一隻 Dodo呢 很出名 英文有一句是 Dead as a Dodo Dodo在十七世紀已經住了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的人呢 就覺得它太好吃了 它那個樣子呢 像一隻很大的火雞 不會飛的 所以由於它不會飛呢 就被那些人吃光了 吃到絕種 都幾慌慌 沒有了 沒有了 它的拼法是Dodo 但千萬不要到Dodo Dodo 小姐真的多謝你這麼少 哈哈哈哈 因為其實我有這些袋子呢 將一些東西 垃圾衣服分好 這樣放進去 其實它看似亂 但其實呢 就非常整齊 這個面膜 拿上幾褲 我們每一個旅行 最不開心的時候 是要執行你 準備回香港 沒錯 沒錯 我要去檢查一下 我的機器 因為我們要離開 它發了兩次 notification 我都沒有去檢查一下 我也在逃避這個現實 啊 快去香港啦 後夜開工啦 我們就是今晚八點鐘 晚上機的 那怎麼辦呢 那麼多時間怎麼離開呢 不要緊 我們有一個 超Late的Checkout 很晚才Checkout 這樣就可以在房裡離開 離開到臨飛之前 酒店要Checkout 相機要Checkin 每天起床 看到這個景色 是不是很漂亮呢 我會很掛著 很掛著這個景色 很漂亮 我老婆說 這個大肚子的枕頭 很好睡 我們家裡的那個 就有一些 不知道什麼的餡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有些波波的 那個承托 那個好籃呢 是不得了的 不知道什麼牌子的呢 叫Thera Feralina 有好東西介紹 當然要介紹的啦 快了三五條啦 What the hell 陳先生現在呢 剛剛上機呢 就在做他的禮牌動機 就是清潔啦 我們現在呢 就是飛回香港啦 由毛利球師直航 飛回去赤立國 其實我們飛來那一程 呢 我們就實在 太累了 因為它是 晚上 零十一點半 兩點起飛的 基本上上機之後呢 就 夜都不吃 兩個就睡著了 我們已經拍過很多次 航空公司的 商務 客人的Vlog 那我們飛這個航空公司的時候呢 就沒有打算拍的 因為 不太特別啦 但飛完之後呢 發覺其實是相當之不錯的 所以就 不拍不行啦 可以給大家 有一條片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大家想飛 毛利球師呢 毛利球師航空公司 是 非常之不錯的 其實我覺得 這個字包含了很多東西 那如果你是跟 其他航空公司比呢 那的確他的商務客倉呢 就比較簡單一點 那些位置也不是我們所謂的 但是他的那些位置呢 是可以躺平的 那還有呢 勒布也夠 那唯獨是一件事 我們飛過來那一程 其實也沒有什麼機會用的 就是他的 Infotainment System 你說的東西也是對的 你如果要比較的話呢 其實毛利球師航空公司呢 未必是最好的 但是 如果你考慮了價錢啊 這張機票是 基本上便宜過 任何公司便宜一份 嗯 即是商務客位來的 是的 他說有得睡 那一間錢 不用了 也是的 而且是直行的 不用轉機 那這個省時間 是啊 我們其實選毛利球師 一個地方做Baby Moon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可以直飛 香港飛毛利球師 嗯 不停說毛利球師 怕好像 這個什麼廣告來 並不是廣告 毛利球師可以直飛 毛利球師航空 便宜了 便宜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It is a pleasure to have you with us on this air Russia's flight MK640 Ober the journey with Hong Kong Airlines 不算很多 當然是要拍一下 這張椅子的 舒服不舒服 那如果要給一個 十分是滿分的話 這張椅子呢 我覺得是 都七八分的 這麼多 我覺得 to be fair 六七分 我會 看完價錢 當你是 半咖啡商務 可以睡覺 我覺得都 剛才我說多少 六七 七八 都七分的 我覺得 讓我示範一下 先 我現在示範這個 RELAX的MODE OK 非常之好 其實這樣看是看不到的 等一等 我們先看一看 這個是RELAX的MODE 那睡覺呢 就要去到FLAT BED MODE 把椅子拿回這個PUSH 先把椅子拿回這個PUSH 但如果你調教 高一點 高一點 其實這樣睡覺也挺舒服的 就這樣了 就不用打平了 我的想法跟SARA差不多 如果 我調到完全睡覺的模式 我的腳會頂住 前面 是不舒服的 所以 都是找一個 RELAX和睡覺的中間位 對腳 就放在地上 這樣 睡得 好 舒 福 陳先生剛剛用了 兩分鐘的時間 看看今晚有什麼看 是沒有東西看的 今年的奧斯卡電影 是不是有一套叫COCO 對 卡通 有得看COCO 法國的外語片 印度動作片 毛利球師航空公司 又好又不好 帶著一部iPad相機 自己看iPad 總括來說 這個航空公司 都相當不錯 不太貴 坐得舒服 有得睡 但是 很大的缺點就是 電影 很舊 不是舊 是沒有什麼選擇的 所以 就 帶著iPad上來玩一下 玩電話 我們可以看照片 九成 原來剛才那些電影 是還沒有錄 現在 電影應該全部都開始 不知道有什麼看 我們頭盤有一塊餅乾 上面塗了一些 不知道什麼 魚生 魚生 還是不知道什麼 所以Sara就不會吃 那我試一下 好不好吃啊 這塊餅乾就軟了一些 魚都幾鮮甜的 不賣相差一點 吃下去又不是真的那麼差 它有點像 京都骨的雞味 它像京都骨那些味 但是雞 今次的 普利球斯航空公司的 一個網評 就圓滿結束了 回香港見